第二位的字格 小心囉 請看第一個題字 理化生物 地球科學 這是什麼 要說的是什麼 第二題是再看十秒 揚穎 兩個字 自然 自然 請介紹 是不是這樣 真的 什麼就是美 自然就是美 漂亮喔 楊瑩 來 請楊瑩就位 楊瑩同學 台大數學系畢業 今天特別地宣傳這個 很有中國古典音樂的 東方色彩的作品 對 答了五題就超越自己了 來 請公布他第二道題目 加油 第一題 俠客屬呂布 這次這張專輯 就有扮演俠客呂布 來拍MV 對 那首歌叫呂布 舊叫呂布 數學高材生就是你 台大數學系 高冷星座彈 公司希望你的形象是維持高冷的 常把帥哥的形象 所以我們就出了一題 降氣喘偏方 泥 對豬肉 酒精 什麼黃豆會過敏 對 所以這個嚴重的話 就會有氣喘的現象 中藥有禁忌 前陣子生病比較平凡 體質不好 現在吃中藥在調量身體 我覺得很有用耶 鬼壓床怎麼辦 從小有靈異體質 對 很麻煩 翻唱要知道 他在翻唱 高嘉瑜版的隱形的翅膀 受到許多人的迴響 密室大逃脫 熱衷玩密室逃脫 但揪不到朋友一起玩 從哪邊開始 密室大逃脫好了 就從他 很愛玩 但又揪不到人 要從那邊開始 為什麼喜歡玩密室逃脫 因為他有一種 打電動的感覺 真人版 對 真人版 真人實境 對 密室大逃脫 今天的第一題請出題 我選B B 挑戰人數最多 就是你 你是在國外玩過嗎 沒有 可是我覺得一兩個小時 很久耶 然後劇情設計相對簡單 我們的複雜 他們在做宣傳的時候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其實他們每一個遊戲的劇本 還有劇情都設計得很巧妙 所以他是真的有一個故事背景去做 通常挑戰有多少人 通常挑戰有的 最多好像有十人 然後我今天才在看到廣告 有那個 有包整棟體育場 那種 喪屍大逃殺的 密室逃脫 通常挑戰的人數最多 請 請 恭喜答對 好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最開始 這個最初的密室逃脫 是出自於在2006年 美國戲谷 當時有一些工程師 他們設計了一個這樣的遊戲 是以英國偵探小說 他的這個小說為藍本做成的密室 那麼其實在國外的密室 跟我們台灣不太相同 像是英國他們玩密室逃脫 通常一次進去只有一個人 而且想辦法要在兩到三分鐘之內 從裡面逃出來 日本的人稍微多一點點可以組隊 但是題目也不會太多 大概解散到你 就能夠從裡面脫逃了 可是台灣非常喜歡架構出一個劇情 有一個情境 然後你可以組隊是 到甚至十個人都可以 那進去之後的時間也比較長 都是一個半小時以上 想辦法從裡面脫逃 你選擇你的第二題 高冷星座 你答應我 今天希望能夠選到鬼壓床 讓我了解一下 上次我就想問你這個相關的事情 從小我靈異體質 他對這個東西是非常 他對神鬼是很熟悉的 還可以 你看 所以這是很好奇的 可是我對你最好奇的 什麼 高冷星座談 請出題 高冷男 在韓劇中出現後 備受女生喜歡 請問哪一個星座的男生 是具有高冷性格的第一名呢 A 摩羯座 B 天蠍座 C 金牛座 C 金牛座 都有可能耶 我的答案是 B 天蠍座 鎖定 都有可能 我覺得金牛座給我的感覺 比較像是憨厚務實 就是一樣都是不講話 可是金牛座給人的感覺是 比較 憨厚務實的 對 並不那麼高冷的 對 沒有那個態度 摩羯呢 摩羯 我對摩羯的印象是 烏魯賽 烏魯賽 就是會很講究一些小小的事情 然後就會毛毛的 因為摩羯座 是個按部就班的行主 所以我覺得它高冷的可能性滿大 我就AB在選 我對天蠍座真的沒有很了解 但就是感覺天蠍座 的形象就酷酷的 那個蝎子就酷酷的 我是用刪去法 就覺得不可能是金牛座 天蠍座嗎 請 鐵腳 真的是天蠍座 漂亮 一萬在巷子口了 你怎麼發現你有靈異體質 我有覺得我小時候有一些事情 我媽媽都糊弄我 譬如說 譬如說 印象深刻的是 我媽有跟我說過 我小時候可能看到說 媽媽那邊有一個女生 穿白色衣服在跟我招手 然後我媽媽會說 沒有看到 然後就把我帶走 偶爾 偶爾跟你招手 對 但是很小很小的時候 然後我高中的時候有住過 陰宅 在萬宿的時候 剛好住那一間是 隔壁有人自殺 然後那個時候 有出了一些事情 我回去跟我媽講的時候 她的第一個反應 就是帶我去給 那個通靈的人看 就事後回去追問才知道 原來有這些事啊這樣 請出題 葉學觀點認為 出現了鬼壓床症狀 是因為缺手甲 請問下你的蔬菜 哪一個甲含量是最高的 跟鬼怎麼關係 缺少講 我的答案是 牛棒 請說 不好意思 跟鬼壓床 沒什麼太大的關係 好科學喔 我還以為會有一些 我也想 我也想知道你 靈異的事 那這個 我覺得金針菇 感覺沒有什麼養分 因為它進去跟出來的時候 是一樣的 會不會太地條 妳為什麼不咬的 可是就是 差不多嘛 它答對了嗎 我是猜牛棒 妳也猜牛棒啊 妳也是用猜的 因為金針菇 感覺就是 比較偏像是 可能纖維子吧 那地瓜葉比較 膳食纖維 地瓜葉比較偏甜 牛棒答對沒有 來 捷音捷腳 拜託 不會是金針菇吧 正確答案是地瓜葉 一定要告訴大家 其實有時候 我們會發生 好像意識非常的清楚 但是四肢無力的狀況 事實上這個時候 不要太過度解毒 以為自己遇上了鬼壓床 因為很可能是你 正在低血甲的情況 那低血甲其實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太偏食 所以你本身體內的甲就少 第二個是含糖飲料喝太多 這個時候你的胰島素 大量分泌 會造成這個細胞裡頭的通透性 導致你的甲從血液裡頭 跑到細胞裡面 所以就會產生低血甲的狀況 另外如果你想要補充甲的話 可以多吃地瓜葉 還有我們的水果酪梨 以及現在也有這個研究發現 喝芹菜汁其實也很不錯 就插這一題 不能怪我 OK 還有兩分多鐘 下次再來 好 來進下一回合這個賽